捷克共和国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饗宴 捷克的城市风貌充满中世纪的浪漫氛围 城堡河流和湾区的街道 共同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画面 捷克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薄西米亚地区的卡尔斯泰恩城堡 是一个建于悬崖上的中世纪城堡 背景是壮观的山脉和森林 而摩拉维亚地区则以其绵延的葡萄园文明 提供了宁静的度假圣地 这里还有丰富的啤酒文化 布拉格的啤酒厂和啤酒花园 是让游客品尝当地美酒佳酿的理想场所 而捷克的文学与音乐艺术传统且深厚 庄民的文学巨像卡夫卡 音乐大师德福扎克等都是捷克的骄傲 这中欧宝藏国度彷彿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 让游客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时光的痕迹 接下来是捷克最受欢迎的五个景点 卡尔洛维发利 是一座位于捷克共和国西部的温泉城市 坐落在波西米亚地区的山谷中 被环绕着壮丽的山脉和森林 这些温泉拥有丰富的矿物质对健康有益 其水温高达70度以上 游客可以在舒适的温泉浴缸中 享受这种天然的温泉 同时感受温热水流带来的舒适和疗愈效果 此外 卡尔洛维发利的温泉疗法包括饮用温泉水 这被认为对肠胃、代谢和整体健康有益 每个井都有其特定的治疗效果 卡尔洛维发利的建筑风格充满文化和历史的痕迹 城市布局以许多小河周围为中心 河岸两侧建有色彩缤纷的建筑 其中不乏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和巴洛克式的教堂 卡尔洛维发利每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 是城市成为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电影节始于1946年 是欧洲最古老的国际性电影节 也是全球电影界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 为城市带来了国际关注度 卡尔洛维发利剧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建筑 举办各种表演和音乐会 城市中还有许多博物馆 分别展示了卡尔洛维发利的历史艺术和文化 这些场所为游客提供了更深入了解城市的机会 同时也丰富了卡尔洛维发利的文化底蕴 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也为游客提供了 登山和泛舟等户外活动的机会 马尔塔瓦河的湍急河流和附近山区的美景 成为爱好大自然的游客的天堂 无论是寻找身体疗愈还是沉浸在艺术氛围中 卡尔洛维发利都能满足各种不同的旅行需求 成为游客难以忘怀的一个目的地 库伦洛夫·Sesky-Kranlov 是一座捷克共和国南部的风景如画的小镇 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小城 这个中世纪的宝石位于瓦尔塔瓦和耶兰 迷人的城镇中心和壮观的城堡而闻名 库伦洛夫·Sesky-Kranlov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他们被这座城镇的浪漫氛围 与历史悠久的街道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所迷处 库伦洛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 当时它是由捷克王国国王奥塔卡三世所建 城镇的建筑风格结合了哥德式 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的元素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遗产 库伦洛夫城堡是这座小镇的中心 城堡拥有一系列的宫殿 花园 塔楼和露天剧场 库伦洛夫的城镇中心保留了中世纪的石板街道和弯曲的小巷 充满了古老的建筑 餐厅和手工艺店 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宛如童话般的氛围 每一座房子都彷彿蕴藏着一段历史的故事 库伦洛夫的街道彷彿是一个迷宫 让人爱不释手 探索石板路的转角和隐藏在巷弄中的惊喜 其中最著名的街道之一是拉特诺街 这条街道上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精美的店铺 让人彷彿置身于义服充满艺术氛围的画卷中 瓦尔塔瓦河是库伦洛夫的灵魂之河 河边的景色如湿如画 桥梁建筑和绿树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 形成了一个浪漫而宜人的画面 感受这片风景如画的美丽之地 夏季时 河边的露天咖啡厅和餐厅 成为游客品味当地美食的理想场所 而在冬季 库伦洛夫的雪景更是如诗如画 成为冬日浪漫之旅的理想场所 宛如一幅被时光珍藏的画卷 库伦洛夫的独特之处 在于他成功地保留了 中世纪时期的原汁原味 让人们在这里彷復穿越回过去 感受到时光的静谧与美好 库特纳路瓦是捷克共和国东部 一座充满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古老城市 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库特纳路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3世纪 当时因为该地区的银矿丰富而繁荣衣食 在中世纪 这里是捷克王国的货币制造中心 并成为欧洲富有的城市 库特纳路瓦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圣巴巴拉教堂是库特纳路瓦最著名的建筑 这座哥特式教堂有着壮观的尖塔与华丽的装饰 有着复杂的石雕 彩绘玻璃窗和祭坛画 展现了中世纪欧洲艺术的精髓 库特纳路瓦的最独特景点之一是骷髅教堂 而其地下室则被用来安置数以万计的人骨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而令人震撼的地方 当时由于黑死病的爆发和战争 当地的目的迅速过满 为了提供更多的空间 修道士们开始将海谷整理成复杂的艺术装饰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些骷髅和骨头被巧妙地摆放成各种装饰 包括骨头的大吊灯 花卉图案 甚至是一座小教堂 这些装饰不仅是一种异常的艺术 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 在这个充满历史和神秘感的城市中 古老的街道 弯曲的小巷和保存完好的建筑 彷彿将大家带回中世纪的繁荣时光 造访骷髅教堂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能够深度思考生命和死亡的哲学问题 这个地方独特的氛围 使其成为摄影师和艺术家的乐土 库特纳路瓦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复杂情感的城市 其历史和建筑风格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光之旅 同时也提醒着人们生命的短暂和不可知 库特纳路瓦不仅是杰克的一颗文化明珠 更是一个让游客深思的精神宝藏 查理大桥 布拉格最浪漫的景点 其历史可追溯至十四世纪 桥梁连接老城与布拉格城堡 直到1841年都是横跨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 使得布拉格成为东西欧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 查理大桥的兴建始于1357年 由查理四世下令建造 并于1402年完工 这座石桥的名字来自于下令建造的 杰克国王查理四世 桥身由16座拱门组成 全长约516米 在桥的两侧 共有30座巴洛克风格的雕像 这些雕像大多建于17世纪 每尊雕像都带有浓厚的历史和宗教意义 其中圣约翰·伯兰布尔的雕像是最受欢迎的 也是桥上最古老的一尊 相传摸到这尊雕像的同志精心 能够实现愿望 每一座雕像都像是一幅活泼的画面 为桥梁增添了生动的色彩 查理大桥除了是建筑的杰作 也是文学和传说的宝库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中 经常提到查理大桥 为这座桥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此外 圣约翰·伯兰布尔的传说 也让这座桥拥有了神秘的氛围 据说圣约翰·伯兰布尔因拒绝透露 扎里四世妻子的秘密 而被投入瓦尔塔瓦河 因此这座桥上的雕像 被视为神圣的象征 查理大桥见证了数世纪的历史变迁 经历了战争 风雨 但依然屹立不遥 每天 桥上充满了游客 艺术家和街头艺人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日出时 桥梁上的石头反射出柔和的阳光 夕阳时 桥上灯光点亮 投射出浪漫的光影 在夜晚 查理大桥更是一个浪漫的场所 桥上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桥身 营造出梦幻的氛围 这种时刻让游客感受到时光的静谜 仿佛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浪漫时光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骄傲 也是捷克文化的象征 这座桥梁承载着布拉格的过去和现在 是一段时光流转的见证 也是游客深入了解捷克文化的一个绝佳起点 布拉格城堡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堡 是布拉格最著名的地标 城堡内有圣维特大教堂 皇家花园和黄金像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 这座城堡坐落在维特瓦河旁的高地上 俯瞰整个布拉格市区 提供了壮观的景色和深厚的历史氛围 布拉格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九世纪 最早作为捷克国王的府邸 它不断扩建和改建 成为中世纪欧洲重要的堡垒 城堡内保存着各个时期的建筑 反映了罗马式 哥德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融合 圣维特教堂是哥特式教堂 始建于1344年 但直到1929年才完工 其尖塔高耸入云 成为布拉格天际县的一部分 教堂内部装饰华丽 内有圣维特银棺和一系列美丽的彩绘玻璃窗 而城堡内的皇家宫殿 是一系列建筑物的总称 包括旧皇宫 埃尼女王夏宫和圣乔治大殿等 这些宫殿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 其中埃尼女王夏宫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建筑 而旧皇宫则反映了哥特式和 罗马式风格的混合 另外 黄金像是一条狭窄的小巷 拥有彩色的小房子 这些小房子曾经是城堡卫兵和手工艺人的居住地 传说中这条巷子的名字 是来自于曾经住在这里的炼金术室 他们试图寻找黄金 今天这里有小商店和展览 向游客展示中世纪的生活和工艺 除了上述提到的主要建筑 还有一系列的宫殿 花园和广场等待探索 可以让人深入认识 这座城堡的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 夜晚时 城堡被灯光点缀 此时游客可以欣赏到城堡 和整个布拉格市区的迷人美景 这座城堡不仅是捷克的象征 更是整个欧洲重要的文化遗产